大家好,我是Kazaki 这条片距离星期一还有一个半小时 大概 一提到星期一 我已经数过了 有37个星期一 即是37个Blue Monday 我已经撇除了 没有计算假期的了 已经有37个了 你说怎么过呢 好了,说回星期一 星期一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的症状 就是头痛 心情低落 很累,很不想动 但是到星期六日之后 你们就会 觉得 哇 心情舒服很多 而且你会觉得 头部开始轻,不会那么痛 如果你是打工仔 你有4天或5天的上班时间 如果你是 一般的学生 就正常有4天的上班时间 这条片声明 不是代表我不喜欢上学 和不喜欢上班 而且我真的觉得 星期一真的很痛苦 所以有时 你会看一看手标 咦,时间过了吗 又或者会看一看 日历 或者手标 总之都可以计时的东西 你会希望我时间可以倒转回来走 但是有没有可能呢 没有可能 现实生活中 根本就没有可能 穿越未来 或者回到过去 或者几年之后 或者几年之后 不知道几年之后 我们真是可以 我们未来的子孙 可以看到 我们 过去的祖先 或者 他们可以看回 穿越 时空 到了未来 可以看回他们的子孙 又或者会这样 我不清楚 所以有时 我是很羡慕大红的 他有多拉A梦帮他 什么都 任何难题都可以帮他解决了 如果让我选择 我真的希望没有到星期一 咦,不行 没有到星期一 不就是有Blue Tuesday 不是Blue Wednesday 不行不行不行 No w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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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都是时光导流浓点 时光导流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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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回去的时间都不错 不错 不过 其实对我对人来说 其实呢 只要是假期完之后的 上班 上学日 不错 我应该觉得是非常之头疼 是 没错 很头疼 不错 看下大家 我呢 就 在新年的时候 不可能会经常 放到很多视频 给你们看的了 但我答应你们 我会尽量放多些视频 出来的 是啊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我的废话 或者想看我其他影片的话呢 就可以和我说的 Bye 嗨 嗨 嗨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废话 的话呢 可以给个like 和subscribe 这个channel 还有记得 告诉我 你最想看我拍什么影片 Bye